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说一下耳根源头第一部的要领 刚开始听声音的时候 就是说一定要很专注 很专注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耳朵 会好像我前几天举过一个例子 就像迷路听音 就是说耳朵似乎全身心的集中在耳部 然后意念呢 最好集中在两个耳朵连线的中间的位置 就是内耳 两个耳朵的一条连线 中间这个位置 鼻子的后子 等于是鼻子的后部 就是说集中 然后呢很专注地听 但是这样听一段声 就是说第一部 一定很专注地捧着声音 但是随着时间的话 你就要学会放松 第二步呢就是学会放松 放松以后呢 静静地放松下来 让声音自然地流入你的耳朵 而不是你去捧着声音 这样呢如果你是帮着一个神迹 去捧着声音的话 我们会很累啊 但是如果你一旦你的专注力已经开始足够的话 你就开始要学会放松 然后把你的注意力可能扩散到整个这条直线上 或者是什么 这个你自己去感觉 然后呢 声音会像水流一样自然地流入你 流入你的耳朵 而不是你去捧着声音 这是第二步啊 当声音流进来以后 你的放松已经足够的时候 声音就开始跟你恍惚 就是有时候像梦幻泡影一样的那种感觉 但是你的专注力如果够的话 声音会呈现这种状态 然后呢 慢慢地随着你不跟着声音去分别 然后不跟着不反应声音的内容 随着这个时间的持续 声音对你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就说声音其实什么也就不是了 声音的所有的 它之所以成为声音 只是由你的分别执着 赋予了它很多的含义 如果你没有分别执着的时候 声音是不成为声音的 到声音不成为声音的时候 它就什么也不是 如果这个声音 连音流能量有多不是 如果声音不成为声音 不成为能量 不成为音流 相对于你不成为这些的时候 它没有任何内涵的时候 对你而言 有声跟无声是一样的 这个时候你就正得所入计计 动静二下了然不深的境界 就是这几步 就是说刚开始 再听一点 刚开始很专注地用耳朵去 吐着声音 让自己变得很专注 意念集中在两个耳朵 连线的内耳部位 就是鼻腔的后边 然后学会慢慢放松 让声音自然流入你的耳朵 然后慢慢地定下来 不分别声音 不去赋予声音任何含义 这个时候声音就不成为声音 声音之所以成为声音 是用你的分别执着 还有你赋予了它意义 当声音不成为声音的时候 有声无声是一样的 这个时候声音的动向 旧向 表然不深 你就破了动静二下 知道吧 声音的向被你消失了 所有的声音就像空谷的回音 你的第一步修正就结束了 听懂了吗 好 那就开始吧 要在下一次 自己的片段 没有 不来了 之后 唷